黄仁勋接受CNN专访 对挥达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 CNN在报道中也指出 这名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AI教父 过去其实在美国当过洗碗工 曾在餐厅洗碗打工 没想到这里成为黄仁勋的创业基地 而早年创立公司时的旧照片也曝光 当时略显青涩的黄仁勋 其实怀抱巨大梦想 回答是指今年冲破三兆美元 但并不是一路顺遂 过去也曾经面临差点破产的困境 最后靠着黄仁勋的豪赌扭转乾坤 不止黄仁勋身价大涨 他旗下的员工也各个赚宝宝 据传连中间员工资产都有数百万美元 现在回答还要继续豪赌 就如同黄仁勋所说 对于未来机器人市场相当看好 一旦加上回答最强AI晶片 是否能引领新一波科技变革 让大家都很期待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